在街头上有说有笑 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来到APEC会场附近 他和中国民运人士王丹 魏京生和王君涛 在旧金山发起中国国事会议的新闻记者会 呼吁中共结束暴政 创建民主中国 在记者会上直言习近平说服资本家主管安抚中共 不是因为中共对他们好 是因为他们害怕北京的权利 会这么说是因为 美国商界将花大钱和习近平共进晚宴 让盖拉格直呼根本是个笑柄 满足这样的独裁者不仅道德上有错 战略上也很愚蠢 包括埃克森美孚 回瑞维乱的行政总裁都会参加 晚宴入场券就要2000美元 若要与习近平同桌 购买一桌八个座位 则要4万美元 要价130万台币 他也批评旧金山市长纽森 此时大动作清理旧金山市容太过刻意 但毕竟是迎接领导人来访 美国人的面子还是要顾 且习近平立临旧金山 还会特别跟一位爱荷华州的老朋友见面 85岁的兰德和家人 曾在1985年接待过前来农业考察的习近平 这次以后要参加APEC的场边招待会和晚宴 也让习近平此趟防美行 多了些叙旧的机会 多次新闻国际中心 这么报道